现象还生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消失的黄金列车。所有的谜题也在这里一一地解开。 不行,虽然堵住路的石头在往往渗水,但是太慢了,我们还是会被困死在这里。 都怪我太大意了,以为是火车的通道,就会觉得这里很牢固。 不不不,都怪我,要不是我觉得前面有出口,缠了两下。 好了,现在先别说这个了,我们怎么办? 何鲁鲁,你在干嘛? 我找找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道具,说不定我带了,对,说不定我带了。 这里,可能这里是地下河道永世的水,连续湿海水。 我看,这个飞食这个没用,冷静,冷静,大家照一照四周,照照看有没有别的出口。 如果我是矿坑的话,应该会留一些通风口之类的。 你们看来看,上面那个口子是不是通风口? 好像真的是,但是太小了,能过去的只有…… 不,我不行。 我和洛洛两个人架着你上去。 水都快淹到我们胸口了,不要再犹豫了。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这就是办法,如果我和洛洛运气还没用光的话,我们会没事的。 可是,万一……万一我的运气用光了,见不到你们了呢? 我……我……我不要……我不要……没有你们两个的音乐社啊。 听着,陈姨,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其实你心里一开始并没有想加入音乐社的,是音乐社硬生生地改变了你前进的轨迹,也否认了你之前在足球运动上所有的美丽,包括现在,也因为音乐社的合宿, 让你陷入了危险。 所以,陈姨,恨我吧,讨厌我吧,然后抛弃我们,离开着,这是你们的权利。没有人可以说什么。 可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我没有朋友,从来……在那里…… 希望陈姨,能安全逃出去吧。 还有方祥瑞她们,万一刚刚那句,成了你在迟疑心中的最后一句,你……不后悔吗? 你还有心情关心这个,留点力气,准备憋气吧。因为……我只有你吗? 孙一航,何洛洛,你们千万别出事啊。 你的脚好了,早好了是吧? 贾业文,快丢下方祥瑞。 美好,我疼着呢。 哎,贾业文,快掺紧我。 你是在看贾业文是吧?自己走啊。 嘘。 你们听,我好像……听到迟疑她们的声音了。 有吗?我怎么没有听到? 我的鞋? 啊,湿掉了。 这里怎么会有水呢? 啊…… 啊…… 呃,贾业,你……你怎么从哪儿出来了? 李沫,展一文,还有方祥瑞,你们……没事了。 啊,不管这么多。孙银行和洛洛,他们有危险。 他……他们怎么了? 你们安静。 水深,他们离我们不远。李沫,你听我说。 孙银行和洛洛被困在墙后面了。 里边都是水,他们快要被淹死了。 啊? 那我们赶紧走吧。 迟疑,你还记得路吗? 我是从上面通风口出来的。 他们过不去,来的路也被堵上了。 。 十一,你冷静一点。我们会需要洛洛他们的。 已经到我们脖子了。 洛洛,你害怕吗? 你知道吗,孙银行? 其实,我挺讨厌你的。 为什么? 爱抢风头。 就连现在,也要给我抢空气。 那还真是抱歉。 等出去了,我还给你。 有的时候,你比我更像一个水长。 是吗?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你。 我很在乎的东西,你却表现得无所谓。 何洛洛,现在的你是单纯的你? 还是迷茫的你呢? 我果然喜欢不了你啊。 但是打穿墙壁的话,很有可能前面的路也是死路。 当然,结果就是大家全部泡在水里面完蛋。 可是,总不能待在这儿,什么都不做吧? 有风,身上凉凉的。 那里是出口吗? 那里有风,前面一定是出口。 是吗? 那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文文,背包里的小铲子给我。 哦,好。 我就不信了,一面小小的墙而已。 哇,那里,那里有水流出来了。 快! 《墙压壁》,快点给我磕。 大家小心,抓住,我抓住你了。 注意,前面是出口。 啊!是悬崖,我们要掉下去了。 啊 我 没死吗 没死 他们救了我们 是他们了 那么 刚刚的话题 有机会再说吧 大家没事吧 方向瑞 差点就挂了 我以后 再也不去水上乐园玩了 算上我一个 打死也不去了 这里是哪儿啊 怎么好上一个巨大的山洞里啊 好像是个溶洞 但是没听说这里有火山 我们应该还在山洞子里 你们看 绿光 不愧是鬼火吧 那是微生物的荧光 师爷 生物和打瞌睡了 好大 这里真的好大 还有这么多中乳石 中乳石 我记得这个也值不少钱吧 省一省吧 你想进警察局吗 我们全身都湿了 快点找出口 不然得冻死在里面 尼梦 你怎么不走了 铁 铁鬼 啊 经历了九死一生 我们来到了陌生的熔洞里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那黑色的铁鬼 又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顺着铁鬼往前跑去 在树科巨大的中乳石后面 一个泛着翠绿色荧光的湖面 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这不是令我们最吃惊的 最吃惊的 是湖面中心 漂浮着一块巨大的石板 周围停着几艘木船 铁鬼从岸边一直延伸到石板上 在这个镜头 我们看到了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 一节一节的绿皮火车 踏上一条青龙盘牢在无数黄金之上 没错 我揉了揉眼睛 列车车厢的艺术的黄金 正在绿色的荧光照耀下 发散璀璨的光芒 黄 黄金列车 发财了 发财了 真的在这里 传说是真的 我们找到了 找 找到了 万岁万岁 那个是 方神瑞小心 大家都过去 怎么 这里有这么多的死人 这 这些人是 大概是 守着宝藏死掉的人吧 你看他们头颅 是被枪打死的 安全了 这里没有其他危险 你们看 这个好像是很久以前的步枪 一 二 三 四 五 正好二十个人 不会是自相残杀 全军覆灭了吧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我在想 原来是这样 幽灵火车的秘密 竟然是这样子的 没想到 没有运输出去的宝藏 竟然是因为贪婪 最后同归于尽了 你是说 大家都想独吞 这里这么多黄金 几辈子都花不完 大人的世界 太复杂了 你别这么说 贪婪使能进步嘛 我现在要用金砖洗个澡 这么冷的天 你贴着不冷吧 我的内心是火热的 你们看这边 好多宝石还有瓷器 这些应该都是古董吧 后面的车厢 全都是黄金珠宝 我的天哪 我感觉我的心脏 都快跳出来了 能帮我打个120吗 Thank you 等我们出去了再激动吧 找找看出口在哪 我也有看到船 呃 都烂掉了 不应该啊 既然准备了船 那么就会有出口啊 可这水面的四周都是石头 没有看到出口啊 不会是这么多年 山体崩塌了吧 乌鸦嘴 准备了这么久 又费尽心思的掩人耳目 不可能会没想到这种情况的 应该是我们没有发现 大家四周找找 洛洛 找到了吗 这里还是石头 十一几点了 现在应该是下午三点了 我们快找了一个多小时了 应该没这么快 十一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嗯 好 方尚瑞 你在干嘛呢 都两个小时过去了 连条缝都没找到 我自己挖个洞出去得了 耐心一点 怎么样 没有 抱歉抱歉 大家都快累死了 出口到底在哪儿啊 李莫 那些烂掉的骷髅身上 有线索吗 就像是本子什么的 啊 找过了 没有 难道 我们也要守着这些宝藏 困死在这里吗 你怎么老说这些丧气的话呀 能不能打起精神来 那不如我说什么 现在情况 不都是心知肚明的吗 就是因为你老往不好的地方下 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说到底 不也是你要来寻宝的吗 是我一个人要来的吗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想说什么 虚伪 你说什么 别打了别打了 哎 好了好了 大家别冲动了 快拉开他们俩 打架是吧 来啊 我怕你了 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你来这儿 最好你让开 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大家 你们快看 老鼠从我们钓的地方出来了 怎么又来 还想着吃我的肉啊 这次不一样 你们快看头顶 看来我们不在山肚子里 而是在地下 这里 要塌了 这个牛肚子里 它也小便 这就是 你们快看 我们在山肚子里 都有 那就是 我 Dynasty 都不是 ведь 我很 现在 因为 小竹子里 从我们 踩 这些阻止却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落石 关键时刻和洛洛扑倒了它 落石砸在两个人的脚边 大家松了口气 而我注意到原本以为要攻击我们的老鼠 忽然一支支的跳进了水里 拼命地往水里游去 出口 出口在水里面 什么 大家快找一个木棍 跟着老鼠往水里游 老鼠肯定知道哪里有出口 还愣着干嘛呀 堵一下呀 不然我们全部都死在这儿了 走 冰冷的河水 一下子刺激了我的神经 我们跟着老鼠 在弯弯曲曲的河道里下潜 幸运的是 河道里也有盈盈的绿光 为我们照路 但不幸的是 这个河道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长 我感觉我的肺都快要烧着了一样 手脚不再是滑行 而是挣扎到往前游 心里后悔在岸上的时候 嘴巴没有撞到最大 没有吸到更多的空气 前面不知是谁的脚 我的脑袋 已经像河水洋冰凉 只是机械地跟着它 视线越来越爱 越来越 光 突然我的头顶出现了一道白光 瞬间 我睁大了眼睛 阳光通过水 射在我的身上 我像是冲到了电一样 浑身又充满了力气 在这一刻 什么黄金 宝藏 都是浮云 现在我的目标 只有新鲜的空气 我手脚并用 用尽了我能想到的所有加速的姿势 在这一刻 我的贪婪 表现得淋淋静静 孙一航 蒋一文 和鲁鲁 十一 凤生锐 你们在哪 赌日耽 蔡逸航 关闭 和鲁鲁 十一 佛政府 你们在哪 就在哪 随ption 碌子 孙一航 洛洛 蔣英文 还有 还有蠢方 喂 为什么当了我就是蠢方啊 不对 十一呢 十一去哪儿了 十一在我后面的啊 十一 在那儿 不好 十一溺水了 快 快把他带到岸上去 轻一点 轻一点 十一没有呼吸了 怎么办 人工呼吸谁会做 快 我来帮十一解开衣服 我 我 不走是 你们在犹豫什么 我来 你们都让开 我来 我来 大家都在啊 太好了 我们 都逃出来了 话说 你们脱我衣服干什么 你们 不会是想请我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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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冒险终于结束了 我们几个人顶着寒风 身上还滴着冷水 嘟嘟缩缩的回到自己的小屋 这一幕 还被当做城里小孩真会玩的反面教材 被大妈们指指点点 回到屋子里 大家冲了热水澡 画上干净的衣服 然后终于有心情重新整理了下思路 也解开了我们之前 一直想不通的几个问题 第一 黄金列车并没有驶向河边 而是山上 经过我们逃出的路径后确定 山下溶洞的地下河 是和另一条铁轨的终点 也就是运河相通的 当时 真上应该是黄金列车出发后 有人在运河收到假消息 结果打算劫持黄金列车的人 在运河一无所获 有位早已转移 发生了枪战 而真正的黄金列车躲在了山里 并炸毁了矿洞 同时放出野人坟的谣言 等到风声过去了之后 才准备通过地下河道的水路 利用船只真正的从运河 驶上大海 在这之前为了试验方法的可能性 所以进行了多次实验 所以才被不明真相的人 误以为是幽灵船 但结果是大家为了贪婪 同归于尽 黄金列车也遗留在了那里 再也没有开出去 第二 关于池翼看到的幽灵 后来我们查了下资料 在打雷天气里 会有很小很小的概率 通过墙壁保存当时的影像 就像很早之前的录影带一样 在之后的某一次打雷中播放出来 这里设计的磁场原理 我们研究了半天也没看懂 但只知道这种现象并不只是这里 甚至在帝都也有过类似的传闻出现 使你能够看到只能感叹这个家伙的幸运 这么说 大难不死也是有原因的 但很可惜的是 因为地下河道的原因 矿山已经完全崩塌 据说当时还闹出了好大的动静 整座山也被封锁了起来 但是没有人知道 下面埋着数以百亿的黄金吧 不过就算我们几个人说出去 估计也没有人会相信 能够死里逃生 大家已经非常知足了 其实也不算是没有收获 你们看 金豆子 不会是真的吧 凤杰瑞 那么危险的情况下 您都不要顺走一颗 你呦 不不不 其实不是我拿的 你们还记得迟一上岸吐的那一口水吗 正好吐在我手上 真是恶心 那就是我的了 快还给我 谁捡到就是谁的 学长 你是小孩吗 从工出工 就会迟一给我一份 凤杰瑞你别跑 大家快把凤杰瑞抓起来 总之就是这样 故事告一段落 你要是想问我关于宝藏真正的地点 我也只能说到这里的 能坐在暖路旁和大家打闹 就是我心里最大的宝藏了 你们呢 感谢大家